例如說,我們在執行剛剛的這個部分的時候 執行之後 那剛剛這個合併自串 我剛剛有講過 它會有兩個地方需要做改善的 那怎麼做改善我發現很多同學都很需要 因為如果你學不約學半套的話 很多時候功效就有差 就不知道接下來怎麼做 那比如說第一個 我們這地方這個中間空白如果取代掉 你會發現這個合併之後都有空白 那在函數裡面有個subtitude可以用 可是在VPA裡面怎麼取代這個裡面的空白 這第一個,等一下來看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這邊還要在手動把它抠到這邊來 那感覺就也是做半套 那合佈就是怎麼樣 你這邊做完之後 直接就幫我丟到這邊來就好了 這樣子才比較完整 不然的話 你總不可能說 做完之後 請 底下一個說明 請自行按Ctrl-C、Ctrl-V貼上 到指定的工作表裡面 那可能使用者會覺得 你這個設計師實在太多了 那要怎麼樣可以直接幫助我們 從這一頁 就幫助我們把結果貼到這邊來 那這個動作的話 基本上很多人常常會問到 尤其是跨工作表 然後工作表怎麼切來切去 你這邊資料做完之後就切過去 把它放過去再切回來 切到 反正就讓它自動去切就好了 所以這動作的話怎麼做 我想等一下也跟各位做個補充說明 這第一個部分就是有兩個 一個是如何去除那個空白 第二個如何切換這個工作表 第三個就是說我們等一下把剛剛的這兩個 函數的部分 再把它改寫為VBA 那做法上跟上一次的這個 練習差不多 也是一定會跑4回圈 4回圈兩個範圍 OK 那這部分我想我們先下個休息10分鐘 等一下再來看這個部分 在裡面的話 我要把這個裡面空白 順便去掉 去掉的方法 那很多 那其中最簡單就是函數 那剛好在那個 ECEL的 VBA裡面 有個函數叫 REPLACE 這個VBA裡面就有 那 可能有同學想說 老師那這個函數這麼多 我怎麼知道哪一些該怎麼去使用 所以這裡有一個補充資料 就是在那個 我們雲端上面 有個補充VB HELP 這VBA HELP是早期VB的 不是VB單內者是VB的 因為VBA現在還是VB VB的核心 不是VB單內者的核心 所以